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士 你说到香水 相信你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香奈儿这个品牌了 但你知道传奇的香奈儿品牌是有一个孤儿创立的吗 可可香奈儿一生未婚 但却从不缺少爱情 也从未缺少男人 从运动员到知名作家 再到各式各样的王公贵族 一生可谓是精彩传奇 就像他的一句名言所说的 人生只活一次 所以你必须要尽情精彩 现在男人总是和香奈儿合则来不合则散 潇潇洒洒的相望与江湖 但有一个男人用合约和香奈儿绑在了一起 他们合作了半生 也斗了半生 可谓是相爱相杀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香奈儿 与香奈儿五号香水背后男人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猫眼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闲来的话也可以翻翻其他的内容 香奈儿经常称那个人 是黑我的土匪 而那个人则叫香奈儿为那个该死的女人 她就是香奈儿品牌背后的真正幕后老板 法国最大的荒装品和香水公司 叶巴黎的老板 皮埃尔·沃特海姆 她是个犹太人 和罗斯柴尔的家族一样 他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界的德国 他们是真正的影子富豪 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所拥有的财富 香奈儿设计出了香奈儿五号香水以后 很快就有人引见沃特海姆和她见面 这两个人都是直来直往的那种直性子 一个问你想为我生产销售香水吗 另一个回答为什么不呢 教育就这么敲定了 1924年以香奈儿为名字的香水公司成立了 沃特海姆提供了90%的运营资金 来生产分销香水 香奈儿只占了10%的股份 同样在分城上也只分走了10%的利润 没有资金 没有渠道 没有厂房 可可香奈儿也只能被迫答应 只是香奈儿没有料到的是 在沃特海姆的手上 香奈儿五号成为了世界上销售最好的香水 专利费和分城足以让她富有 随着可可香奈儿在时尚界站稳了脚跟 她控制了一个帝国 包括巴黎 嘎那和伦敦的时装新品店 布料和珠宝工厂 但最扎心的是 最赚钱的香水控制权不在自己的手上 让香奈儿十分的不爽 1934年 波特海姆推出了一款香奈儿清洗乳液 香奈儿抓住机会打做文章 说对方侵权 双方开始不打官司 一直打到二战开始 从法律证据上说 香奈儿是不占优势的 因为他自己签署的文件 放弃了香水的专利权 以换取10%的股份 波特海姆控制的香水公司 以香奈儿的名义 生产香水产品 化妆品和香皂等等的 二战时期 香奈儿给自己找了一个德国男友 作为靠山 他自以为胜券在握 可是精明的波特海姆也不是吃素的 虽然犹太人在那段时间很惨 但是他们家族设法去找了一个非犹太人 充当临时的掌门 并且也找到了一个德国军官当靠山 再加上证据确凿 香奈儿败诉了 让人佩服的是 官司都打成这样了 香奈儿和波特海姆之间的交情还在 也许双方已经被香奈儿这个名字绑在了一起 不分你我 一荣俱荣 一损俱死 二战结束以后 波特海姆重新执掌了公司 见到二战中留下人生污点的香奈儿 波特海姆没有露出得胜者的那种嘴脸 而是告诉老对手 你赢得的特许使用费 我帮你存入瑞士银行的账户了 怎么这么贴心啊 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这样一个贴心人呢 香奈儿糊涂了 什么特许使用费 原来战争期间 波特海姆去了美国 在那里找了一个合伙人 是美国化妆品牌雅士兰黛的创始人 雅士兰黛夫人的男朋友 他们一起推广香奈儿五号 几乎火遍了整个美国 而这时候 香奈儿和德国男友 在巴黎干着反间谍的工作 当然这个也没有定论 战后香奈儿没有被清算 据说是因为战前 香奈儿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叫做温斯顿丘吉尔 而沃德海姆呢 已经在美国赚翻了 光是特许使用费呢 就一万五千美金 香奈儿都不知道 该高兴还是该生气 自己又被这个男人利用了 战后 香奈儿和沃德海姆之间 已经化干戈为玉帛 毕竟当时 香奈儿时装公司已经倒闭了 经济上 沃德海姆是香奈儿 唯一的稳定来源 而沃德海姆 其实也骗了一把香奈儿 他在1953年 夏天去瑞士探望香奈儿 当面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马里莲梦露的名言 我什么都不穿 除了几滴香奈儿五号 这句话 成功的勾起了无数女性 对于香奈儿的心知向往 快消息是 30年以来 这款香水的销量 首次出现了下滑 当然这个是骗他的 就是这个消息 让香奈儿觉得 实不果代 要是再不出山 自己就真的一点影响力 都没有了 从此 香奈儿开始进入了 发展的快车道 最终成就了今天的 全球时尚品牌 香奈儿帝国 香奈儿和沃德海姆 与其说是朋友 倒不如说更像是队友 为了事业 为了利益 他们一辈子纠葛在一起 有斗争 有合作 但最终互相成就 不管是哪种成功 背后都少不了贵人的相助 马云少了孙正义的慧眼 不会有今天的阿里巴巴 巴比特 没有查理芒格的帮助 就不会有如今的 伯克希尔哈萨维 你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吗 如果内容还喝口味的话 欢迎订阅猫眼的频道 别忘记打开小铃铛 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